美国是被龙卷风入侵最多的国家 被称为龙卷风之乡 每年因为龙卷风造成的损失 最高可达数十亿美金 可见龙卷风的破坏力之强悍 而世界上又有这么一群人 风暴追逐者 他们和普通人不同的是 普通人看到龙卷风是避之不及 而风暴追逐者却立向而行 哪里有龙卷风 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追随龙卷风的行迹 用摄像机记录龙卷风恐怖的破坏力 他们甚至认为龙卷风是一种艺术 老王就是一名狂热的追逐者 他接到消息 昨天晚上 美国一个小镇的高中被龙卷风袭击 四名学生当场丧命 老王开着装甲车去追这个龙卷风 他的车是特制的 全景天窗 皮实耐造 还有两个强力抓钩 只要抓进地里 再强的龙卷风也撼动不了他 跟随团队里气象专家的指引 他们前往龙卷风可能经过的地方 一路上天空逐渐变得灰暗 他们找到了这个小可爱 而且正向他们的方向移动 老王兴奋极了 立刻放下抓钩 等待着龙卷风 从装甲车上穿过的那一刻 他就可以拍下这个小龙卷 旋窝中心的样子 眼看小龙卷越来越近 老王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他路过一个农场 把房子摧毁后 没有再向老王的方向前进 而是突然改变了移动轨迹 叫把老王气得不行 马上问在远处的气象专家 龙卷风现在去的方向 该怎么追 经过检测 龙卷风现在移动的方向 是一所学校 学校正在举行毕业典礼 本来晴朗的天气 却突然下起了大雨 接着一阵强风袭来 校长终止了典礼 让学生们回到教室 躲暴风雨 可就算回到教室 也不安全 立刻处被连根拔起 砸碎了玻璃 人们照才发现 根本不是什么暴风雨 而是龙卷风 众人慌乱地往里挤 可一些学生还出在风口 来不及躲避 校长指挥他们躲在墙角 拼命地抓住身边的东西 龙卷风到了 身处风口的他们 只能听天有命 在人们的警户中 龙卷风总算是过去了 房子破坏严重 众人狼狈不堪 但幸好这只是一个 中小型龙卷风 并且没有停留 躲在里面的人 没有生命危险 校长起身后 立马给大儿子打去电话 问他在哪 有没有危险 大儿子阿伟正在一个 废弃的工厂 给女神拍血针 父亲告诉他 镇上有龙卷风 让他小心一点 可还没说完 手机就没了信号 阿伟也没当回事 继续给女神拍照 可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声音 这废弃的工厂瞬间坍塌 两人下意识地跳进深坑 虽然受了伤 但好在没有被砸死 只是困在了废墟里 校长带着小儿子 开车去营救阿伟 而这时 小镇上又出现了 第二股龙卷风 他的威力 比刚才的龙卷风强得多 大楼直接被瓦解 龙卷风带着碎石块 在小镇上肆意破坏 前去营救阿伟的校长 也被突出其来的龙卷风 刮在原地打转 撞毁在路边 他们只能弃车 准备跑到室内躲避 恰好老王的追风团队 追踪龙卷风到了这里 由于风力太强 他们准备躲进装甲车里 可气象绝交晚了一步 整个人都被风刮起 眼看他马上就要被龙卷风吸走 校长稍微犹豫 还是冒着危险上前拉住他 可这样的风力 根本拉不回来 他们只能硬撑着 最终 两个人惊险地撑到龙卷风离开 才总算是捡回一条命 气象学家很感激 他得知校长要去工厂救儿子 而龙卷风刚好要经过工厂 于是 他们带着校长和小儿子 往工厂的方向驶去 可在半路上 天空又出现异象 电闪没鸣 狂风大作 每一会儿 新的龙卷风又形成了 并且这次 同时出现了四股龙卷风 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房子在他眼里 如同小孩的积木 一碰就倒 汽车也被掀翻 卷起 而这时 有两名疯狂的追风者 还没意识到危险 反而觉得这是一场 大自然的艺术 可他们热爱的艺术 送他们去见了上帝 另一边 一股龙卷风追上了老王的车队 他们的汽车被掀翻 众人只能下车 往前面的教堂里跑 与此同时 一辆油罐车被掀翻 开始漏油 很快便发生爆炸 一瞬间 火焰随着龙卷风 像一头苏醒的巨龙 直插云霄 这罕见的火龙卷 让本来在逃跑的摄影师 停下了脚步 不管人们怎么呼喊 他都听不见 他沉浸在 这震撼的视觉盛宴里 这种美妙的时刻 他一定要记录下来 结果可想而知 他被火龙卷停射 老王等人来不及悲伤 赶紧躲进教堂避难 他们是幸运的 龙卷风没有攻击教堂 等他离去 众人把车回正 试了试还能开 他们赶快前往工厂救人 而另一边 被困在工厂的阿威两人 情况变得糟糕 倾盆大雨 让他们所在的深坑填满了水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被淹死 很快水位就到了脖子 女神开始录遗言 危难之际 校长一行人赶到 他们用汽车撞开 压在上面的石块 把两个人成功救出 可他们还没缓过神 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来了 之前那些龙卷风 汇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百年难遇的 超级龙卷风 追逐者的老王团队 也不得不驾车逃离 可刚开出去没多久 他们就开到了一个 正在施工的断头路 超级龙卷风就在后面 前面却没了路 关键时刻 幸亏阿伟熟悉这里的地形 他知道附近有一个下水道 事不宜迟 众人赶紧前往下水道躲避 可没想到 下水道被柵栏给封死了 龙卷风离他们越来越近 他们只能敲开 下水道维修口的井盖 从这里钻进去 然后把井盖盖上 祈祷能够在这里躲过一截 而在外面 超级龙卷风路过了一个机场 机场里的飞机 火车 集装箱 统统被吹了起来 在空中乱飞 而巨大的风力 把众人所在的下水道井盖给吹走了 下水道上下通风 形成了一个风口 柵栏也被吹开了一个口子 如此环境下 等龙卷风抵达的一刻 就是他们丧命之时 老王挺身而出 他爬到外面 把他的装甲车开到洞口 然后放下抓钩 把柵栏死死抵住 可洞口附近全是淤泥 抓钩不能固定 好在刚才一辆大卡车 被龙卷风吹了过来 正好躲在下水道的另一头 校长用铁链 把装甲车和大卡车绑在一起 很快 龙卷风来了 装甲车被吹起了好几次 都被铁链给拉了回来 风暴过后 突然就平静了下来 人们都以为灾难结束了 可还没来得及欢呼 老王就发现 他们现在身处龙卷风的正中心 这就意味着 现在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果然 巨大风暴还是来了 老王的装甲车终究是扛不住 被吹离栅栏 飘上天空 下水道里的人也被吹得无法呼吸 只能下意识地抓住身边的东西 老王在龙卷风里旋转 慢慢地被卷到了龙卷风的顶端 他的眼前瞬间从黑暗变得艳丽 这里和下面地狱般的景象截然不同 风平浪静 避空如洗 老王当了半辈子的追风者 终于是在生命即将结束的一刻 窥见了他美妙的模样 一段时间后 超级龙卷风散去 天空重新变得充满生机 下水道里的人都侥幸活了下来 美国平均每年 都会被龙卷风袭击超过700次 直接损失的经济高达数十亿 其中包含灾难到来的前后 美国人民的传统习俗 宁援购 虽然自然灾害不分国籍 都应该被同情 但坏事做多了 某些恶霸又让人同情不起来 感谢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